明天就要打道回府了 顺便在收入行李之前呢 给大家来分享一波 我这次五日火车旅行 到加拿大魁北克所带的这些装备 有一些压根从一开始到最后一天 从来就没拿出来过 我算是明白为什么这儿人看着 都特别精神抖擞的了 一从室内走到室外 冻的人这逮逮的 班精神 没法不精神抖擞 多困都给你动性了 电池其实我带了四块一共 我也是怕太冷了 然后每个电池的电量都下降得很厉害 我把我那第850的两块 备用电池也给带来了 但是说实话 其实完全没有那种感觉 这两个备用电池甚至压根都没用上 充电我可能也就充过一次到两次左右吧 因为我习惯是拍完了 就保持手上的这几个电池是满电的状态 然后明天再去拍 所以Pocket 3我其实也带了这个充电的手柄了 说实话 一次都没用过 只有零下二三度那天早上 确实觉得它的掉电速度比平时稍微的快了那么一点点 可能感觉会比平时多一点 但是也没有很夸张 全程我也都拍完了 并没有中途中断 所以还是挺靠谱的 在镜头方面呢 五日火车旅行 其实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一次旅行 没有想说带特别多的设备 给自己在身体上增加太多的负重 增加负担 所以我就带了这一个24120 绝对够用 蒙特利尔 魁北格城 这两个地方都是不大的小城市 说小城市人家会不会抽我呀 很大的两个城市 都是楼与楼之间街道的风景 没有特别大的那个场景 就是总之广角用不太上 反而我觉得50到80之间的焦段 是我这次旅行用的比较多的吧 所以24120绝对够用 背带其实我全程没怎么使用它 因为我一直都是把我这个小胸包挂在我这个两个包的这个背带上 放在胸前 拍的时候从这儿拿出来 不拍了防雪 我就赶紧把它放回去 把盖扣上 一是安全不会拎这个大相机在街上走来走去的 再有呢就是可以对相机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有雪有雨的话 这个方法都非常好用 而且把它挂在胸前吧 可以前后平衡一下这个重量 如果只是背在后背的话 这肩膀真的是太疼了 然后再把它走一天 本来是挺担心这个Pocket 3会不会在这么冷的地方就没有办法工作了呢 所以我又带了这么一个Action 4 结果人这个Pocket 3还挺蒸汽的 全程没有出现过 就是动的自动关机了 或者没有办法开机 没有办法拍 就是零下20度照样拍摄 一点事没有 所以这个呢 我就偶尔拿出来拍点B-roll什么的 但说实话 这Action其实还是方便 因为它揣在兜里特别的小 拿起来就拍 摁一下 马上就可以拍 所以说在抓拍方面还是挺方便的 比如坐在火车上 我就喜欢把它放在桌上 然后看到什么 我就赶紧摁一下拍 那么这个Pocket呢 它就会耽误个两三秒钟 总之它这个镜头在那嘎嘎一转 屏幕一转 总觉得有点耽误功夫似的 这个天一冷吧 就容易偷懒 实在是不想再变得很复杂 我本来是给这个Pocket 3带了滤镜的 但我全程完全没有用过 我觉得在寒冷的地方 去拍照片还有玩 切记咱们一定要简化 所有的一些复杂的操作 因为真的太冷了 手不想拿任何的东西 去年拍这个日出的时候 有一次起雾了 后来我就买了这么个储物袋 但是从那以后 我压根就再也没用过这个储物袋 像这一次旅行零下20多度 也没有发现起雾的状况 所以这个储物袋 是我全程至今还都没有使用过的 小手炉 上一期视频我已经用了这个东西了 但实际上在户外零下20多度的时候 开到最大档 也感受不太到它的热量 但是回酒店的路上 我在握着它的时候 还是能够多多少少感觉到一些温暖的 所以这玩意不能说特别管用吧 但是也多多少少管点用 很庆幸把它给带出来了 这手套啊 我就不推荐给大家了 一点都不扛动 好家伙给我动的逮逮的 这手指头露在外边真不行 套上外边这套其实也不太管用 特别是这大目哥 这个罩压根就套不上 哎 这只手是套上了吧 然后呢 这只手就包套了 哆哆嗦嗦的 反正是一点都不好使 我就不推荐给大家了 等我继续再悬梦悬梦 看看有没有更好使的产品 这种快挂也非常方便 这个手套它有两个挂绳 我就挂在这 平时走路的时候呢 我也这么挂着 暖水瓶 东日三宝嘛 这个不能忘了 这次出来呢 我没有带专业的摄影包 取而代之 带的是这个35升的徒步包 因为这次旅行吧 需要不停的坐火车 然后转几个不同的城市 上车下车什么的 拿个拉杆箱会非常的麻烦 所以我就想 我只是想背一个包 这样拎起来就走 所有东西都放在包里边 会比较的方便 那也很庆幸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如果拿拉杆箱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魁贝克那个路 还有这个蒙特利尔这个路 我的天呀 一下雪 那个地上啊 全是冰 这个35升的包 对于五天旅行来讲 刚刚好放下这所有的设备 还有一些随身的衣物 再带点吃的什么的水瓶子 所以这个三角架呢 刚好就可以放进这个包里边 并且它的高度呢 和我这个包是刚刚好的 这个三角架眼熟吧 早期我那个视频里边 实际上最早 我用的就是这个三角架 其实这个三角架 全程掏睡的几率 都不是特别的高 如果是在雪中拍摄的话 那确实不适宜使用三角架 但如果比如说拍点夜景 或者说日出的话 那这个三角架还是必备的 所以带不带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 很矛盾的选择 所以我选择了这个比较轻的吧 35升的包 刚好装卸我这所有东西 我背着这包 步行了四万步吧 别提多酸爽了 这还只是一激一镜 有点配件 衣服也没有特别多 相信我太重了 这种城市旅行 特别是冬天 千万别带下来的东西 冷到怀疑人生 根本就不想 把相机拿出来 架上给拍 跟这站一会儿都受不了了 来之前我也担心会不会太冷 自己这衣服都不够 其实还好我发现 我就穿了这样一件抓绒 平时在外边呢 我就套这个优衣裤的这个小棉服 超轻 它收纳起来就这么点 所以戴起来很方便 上车就可以把它给脱了 也不沾地 最外边呢 我穿的是这件滑雪的衣服 虽然它不是特别的厚 是那种羽绒服 不是 在零下23度 还真没觉得这个上身冷 最冷的是这腿 这腿实在是有点馊的慌 所以我觉得这个拍摄出日落 我估计下回我得带个呼吸出来 可能会好一点 上火车之前 一定得把这个充电器跟充电线 给放在外边 方便拿 还有呢 就是我弄了这么一个防水的兜子 这个很容易买超便宜 把所有的吃的放在这里边 滴楼的 刚才买的跟平时我带的呢 都放在这里边 这一路呢 就靠这小袋干粮和能充电 然后看手机什么的 消磨这10个小时 感谢收看 本期视频 如果你也喜欢旅行和摄影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我会感受到来自小宇宙另一边的你 我们一起玩摄影吧 如果你想要深度又系统的去学习 欢迎来看看我精心制作的 《城市行者》系列课程 在我的官网和B站都有出售 十几个拍摄案例 详细讲解了从前期的准备到拍摄现场 再到后期的整个全过程 这不仅仅是对基础知识的深度讲解 更是分享我在多年来总结的经验和习惯哦 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